唐庆男子要购买 黄庆男子名下新北市土城区的房屋跟土地 双方谈妥交易价格交付定金并签下合约 黄氏后却声称当天只是要借钱 因合罪了 没发现唐将借贷契约调包变成房屋买卖契约书 认为自己遭到诈欺 房屋买卖要取消 新北地院认定黄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证明他是被遭到欺瞒而签约 今天叛唐胜诉 黄药赔偿二倍定金共20万元 唐庆男子提告指出 去年10月与黄庆男子签订房屋买卖合约书 黄鸿义予以681万元出售 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二段的房屋土地出售语言告 签约当日唐便交付10万元定金 双方并约定 因于今年1月底前交付房屋土地 但黄毁约不履行合约 银医合约约定偿还双倍顶金20万元 并收偿差价损失100万元 黄姓男子便称当天是在酒 最后去跟唐姓男子借钱 唐借库同意却取出买屋买卖合约书 谎称是借贷契约 当时他精神状况极差 黄呼下签署 并未细看 事后唐持合约 请求他履约时 他才知道当天签署的文件是买卖合约书 而非借贷契约 黄主张 唐利用他酒醉 精神状况不佳时 以诈数让他签字 他主观上以为签署的是借贷契约 而非买卖契约 因此既然是遭到欺谋签下房屋买卖契约书 一丝表示嫌有错误 是遭到诈欺 所为一丝表示 他主张撤销 如果法院仍然认为他违约必须赔偿 糖球成120万元也显然过高 法院认定 双方确实签约 黄也收下顶金 并在房屋买卖合约书上签名 黄自称是在九岁的状态下 遭到欺瞒财而签约 但并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 所说为真实抗辩不足彩 既然买卖合约已成立 黄又不履行合约 因一约加倍 返还两倍 顶金及20万元 至于糖主张 因黄未履约 导致他损失出卖房屋 土地的长差100万元 但并未提出证据证明 有何以定制计划 设备或其他特别情事等 无法证明他有相关损失 此部分请求属于无据 判决黄只要赔偿20万元 唐姓男子要购买 黄姓男子名下 新北市土城区的房屋跟土地 双方谈妥交易价格 交付定金并签下合约 黄事后却声称当天只是要借钱 因合罪了 没发现唐将借贷契约掉包 变成房屋买卖契约书 认为自己遭到诈欺 房屋买卖要取消 试图暴戏资料照片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